整容這兩個詞很簡單 整體上是醫療參與的方式 去改變一個人的容貌 通常也會改變一個人的形態 或者改善肌膚 這些都納入整容手術的範圍 最小的整容手術是微整形 微整形手術簡單容易處理 專業訓練的醫生都可以在醫務中心做 我剛才提及打填充物 抑制毒汗菌的毒素瘦面 或者把動態文改善 當然也有人提及 究竟甚麼是最小的手術呢 其實在這個犯人範疇中 有一個議題我們要想的 就是無論再小的手術 都一定有風險存在 如果不找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 一個再小的手術可以變成一個複雜的手術 所以最好都是由專業受訓練的醫生去做 整容在香港是否十分普遍 整容在香港是否十分普遍 其實整體上的趨勢有改變 如果你跟以前的比較 當然現在是日趨普遍 為甚麼呢 其實我們要想回 因為現在對於整容這件事 那個認受性大了 以及整體上人生的生活質素改善了 當然現在輿論有關說的整容 現在社會開放接受程度也高了 個人自愛的感覺要求也高了 所以整容或微整形是日趨普遍的